《快樂之道》 就在B頻道 我是楊師傅 我是燈師傅 大家好 你現在收聽的是 家家有本《常念的經》 我們兩個人一起主持這個節目 都很長時間了 我一直收到份門網 把我們的節目緝成一隻碟 逐點逐點逐點 跟大家結完 燈師傅你聽到開心嗎 開心的 其實這是我自己一個學習的機會 不單是學講話 還有把思路很清晰地組織等等 其實這個都是很好的學習機會 你又真的學得很好 我現在反過來 我也在向你學習 你一生人很平順 至少直到現在 都算平順 至少不像楊師傅你的生命 那麼多苦苦悲悲 但現在當然已經是不同的一個人 真的都過去了 我想問你一件事 在你一生人 有沒有想過 或者有沒有遭遇過 突如其內 即是我們教內所講的 無常發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 其實如果現在回憶 其實真的沒有 很順利 即使我有病 病的時候慢慢 不是突如其內 就慢慢嚴重 看醫生又好 我也知道你一定好得到 如果不是 就不會在這裏出現了 是的 我想和你講一講 剛剛前一陣子 有一件事發生了 甚麼事 就是我們中心的 有一天接到電話 醫院打來的 很需要緊急的支援 那是甚麼事呢 有一對中年的夫婦 在大陸下來的 那個女兒就來香港 結婚 是 就在香港定居 那下來做甚麼呢 就是那個女兒生第二個BB 剛剛那個第二個 又是孫兒子 很開心 兩個了 爸爸媽媽就下來探望這個女兒 就在醫院那裏 病房 探望女兒 和女兒講話的時候 突然之間 媽媽中風 而且是中得很厲害 一中風之後就昏迷 那在醫院就有樣好 就立刻搶救 搶救搶救 但是很快不行 一夜之間就入了 立刻要轉了深切治療 一夜之間就沒辦法了 甚麼都不行了 醫生決定 提議要拔口 哎呀 真是很短的時間 可以說一兩天的時間 就馬上那個情況變差 不夠兩天 其實不夠兩天 其實不夠兩天 那作為一個男人 即作為一個爸爸 他簡直是晴天霹靂 猛地問 為甚麼會這樣 為甚麼會這樣 很開心的一件事 為甚麼突然變成悲劇 對 還有就是 那個女兒又問 為甚麼會這樣 那個女兒一定很內疚 對嗎 就是了 這個是人之常證 她覺得媽媽這樣專誠來 給點愛心自己的 給點支持自己的 就在自己眼前 說說一下 突然之間就跌倒了 所以沒有辦法接受到 那個女婿在兩個親人之間 周旋 又要顧家裡 又要顧工作 又要顧突如其來發生的事情 哇 整家人亂到 真是由早到晚 一天就好像 好像由天堂 他們的說話 由天堂 跌到落地獄 那給我們這樣 我覺得可以理解 沒錯 可以感受到 變成他們 特別是個爸爸 年紀不是很大 在那一天裏 他跟我們的工作人員 不停地這樣說 好像他沒有辦法 控制到自己 一直說的都是 說甚麼呢 過去幾十年 那二十多年 怎樣跟這個太太生活 從來不知道他那麼好 感受不到太太是那麼好 誰知道 一直說的時候 在那一分鐘才發現 原來太太 真的做得那麼好 很不捨得 最難過就是 那一晚醫生 就決定要拔後 他就寄一個很大的希望 當然希望 不要拔了 不要拔了 還有機會 還有希望 到最後都是 沒有可能 師傅 在這麽極端的情況下 譬如說這個家人 怎樣去把他的心情 想法 扭轉過來 把這件事看成 不是那麽差的事呢 說真的 張心比己 在當事人來說是很困難的 因為這個衝擊和這個 對立面實在太大 太強了 很難 但是我們真的很慶幸 我們的工作人員 處理得非常非常之好 首先我們經常說 陪你過難關 在那一分鐘 他真是 能夠做得到 陪著對方 一家那麽多人 過這個難關 首先他很有耐心 聽著他爸爸哭訴 就是聽著那位丈夫 不斷地哭訴 他講了兩個多小時 他隨便說 等他舒緩出來之後 他認同 認同這位太太真是好太太 到現在這分鐘 我們應該要怎樣幫他呢 丈夫說 搶救吧 她說 一直引導他 我們盡力 醫生已經盡力了 但可能有奇跡 我們一起去等待這個奇跡 到等不到 等不到的時候 他慢慢會接受 接受的時候 我們的工作人員就開解他 為何開解他呢 怎樣開解他呢 就是提了一點 你看一下 你的太太是很愛家庭 她是 她特地來到這裏 人一生她熬了一輩子 有哪一個人 可以在一生人最開心的時候 最有希望的時候 又沒有病沒有痛的時候 帶著笑容 一家團聚 剛剛一家人在那裏 幾代都在那裏 在那時候 離開呢 那個先生 在這一點 她想一想 這就是 然後呢 又要跟她的女兒說 媽媽來不是想你內疚的 媽媽來是特地 帶個鼓勵給你 就是讓你知道 母愛是多麼偉大 還有是要讓你知道 生命是多麼寶貴 現在你這一分鐘 迎接一個新的生命 但是生命同樣是很脆弱的 是 媽媽來到你身邊 用一個母親的偉大的愛 來支持你 去做另一份母親偉大的愛 所以你要珍惜 媽媽來到 是要你很勇敢的生存 不是要你帶著內疚的生活 那女兒看 其實她知道的 只不過是過不了自己心裏面的那關 是啊 所以她們很長時間 在這裏 我們的工作人員一路開解 一路鼓勵 一路支持 直到晚上一路陪著她 拔了後之後 一路一路 又要跟那位病人說話 是呀 告訴她 提醒她 這一生人的責任 她做得很好 直到生命最後這一分鐘 她也是為家庭付出 讓她知道這一生人 她自己很有意義 很有價值 然後就告訴她 現在你身邊所有家人都在這裡 你不用擔心 她們每一個人都感受到你的愛 她不孤獨等等 當一路講講講的時候 那位病者 眼角出現眼淚 流眼淚 流了兩次眼淚 即是她聽到了 她就是這個 知道 她知道 她聽到 所以我們不要經常以為 我們不要經常以為 病人未必知道 其實 即是昏迷的人未必知道 他們一定知道 她收到的 每一次都是 兩次提了一些 家人的東西之後 她就流眼淚 即是她用眼淚來告訴我們 她是聽到的 她是知道的 她是清晰的 那一分鐘 她們又很有愛心地 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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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身邊說話 在她耳邊說話 感恩她 支持她 看著病人的神情很平和 很冷靜 到最後 是很舒服 很安長 大致笑容地離開 全家人送到她 整家人沒有唸過佛的 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的工作人員 一路一路同住她們 一家這麼多口 很細聲 很溫柔 很有愛心地 唸阿彌陀佛 最令我們感覺意外的 就是她的丈夫 死者的丈夫 在短短大半天之內 那個態度完全改變了 她就是說出一句話 我一路聽佛教有無常這個字 從小聽到大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今天我才感受到 什麼叫無常 原來真的在一個秒就發生了 而是沒有辦法搶救 但是我們說 幸好你懂得轉化 你知不知道 到她一聽完之後 慢慢信復之後 她願意去吃一點點東西 去等待醫生來 宣布什麼時候拔口 然後她可以用很平和 很平和的心情 去陪著太太走最後這段路 因為我們提到她 你如果真的感恩你太太 這一生人的付出 你最大最大給她的支持 就是送給她 最後這一程 而且是要送給她好 她咬著牙關 陷著眼淚進去 她很承諾之後 她承諾之後做得很好 一路一路念佛 握著太太的手 念佛 直到她走 走完之後她覺得 哎呀原來太太 走了之後 是這麼安詳 這麼舒服的藥 是的 而她的女兒呢 聽完我們工作人員的開道 她覺得很受用 很受用 剛剛隔離床 深切治療部的隔離床 是什麼人呢 是一位因為交通意外 重度昏迷的人 也是等一分鐘而已 那家人也是接受不到 又是因為太突然了 整家人的重擔在對方身上 怎麼辦呢 她的女兒本來是很內疚 只是懂得睡在床上哭 到她那時候 那女兒走過來 懂得用我們教她的說話 我們開解她的說話 去開解其他人 咦 其他人聽完之後 又起到力量 有作用 大家都心開意解 到最後那時候 那些醫護人員 就問 哎呀原來你們有這樣的服務嗎 我們完全不知道 我們工作人員說 是啊 我們開解了一年多 哎呀 為什麼沒有人齊 我相信 電腦旁邊的朋友 可能都不知道 不如請楊師傅介紹一下 是啊 其實大國科学中心 就是因為醫院探訪 關懷服務開始 這個恩怨 我們在幾間醫院 在馬力醫院 已經做了年多 我們現在一路一路開展到 葛亮雄醫院 人際醫院 和麥理夫人療養院 我們在那裡 四間醫院 我們的工作人員 義工 大家都很同心合力 他們做得非常出色 還有我們很感恩 一個恩怨之下 我們在馬力醫院的服務 得到認同 基督教 天主教 他們長年累月 做得非常非常出色 是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高度評價 這個我們真的要學的 他們在住院 在醫院 他們有一個特別的部門 他們的工作人員 是專門做靈性上的輔導 他們叫遠目 靈目 是否叫靈目 目靈 目就是牧羊的目 靈就是心靈的靈 到我們現在 我們在馬力醫院 又是爭取到這個資格 我們佛教 給了他們一個名字 我們在那裡的工作人員 因為佛教 我們從來沒有試過 有一個這樣的職涵 在醫院長住 所以我們又為了 跟別人的宗教距離 拉近 跟別人同步 走同一條線 所以我們那個 給他們的名稱 我們經過思考之後 就叫做院時 院是醫院的院 事是事逢的事 事逢時候 我們的責任是 事逢在醫院的病人 的心靈 是的 所以 當然 大吉利時 如果大家有家人 在馬力醫院 葛良康醫院 人際 如果 還有麥理號 是的 還有麥理號 福康院 如果你又需要找佛教的工作人員 移工 來和你聊聊天 隨時可以找我們 燈師傅 很多時候 如果一接到急電 或者什麽 你又要去提供這個服務 其實如果這些病人 他們說要求要見師傅的話 甚至是緊急的情況之下 其實楊師傅 如果在這裏 時間許可 師傅都會去的 我們其實在師傅的身邊 師傅去過無數 醫院 甚至探討病人 我們在他身邊 學到很多很多 每個人在對方身邊 都學到東西 我們在病人身邊 我們在病人身邊 我們都學到很多東西 是的 沒錯 我們懂得處理不同的個案 最重要的是我們懂得處理自己 所以醫院探訪服務 是我們有一個很重點的 我們在溫哥華 都是由關懷臨終病人開始 直到現在 我們都有一段日子 不過我們就比較低調些 沉實些 回到香港之後 這個社會的需求 令到我們沒有辦法 急起直追 向別人看齊 我覺得這一個是 見言施齊 你明白這句說話 見到別人做得好的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嚮往的心 學別人的心 好的 大家爭取去學 這個社會 我們才會更加幫助到其他 有需要的人 所以 不要小看臨終 善終的服務 因為我們知道 人的一生 不只是這一生 人的生命是生生不息 由這一生之後 最後的呼吸 它是帶著 什麼狀態 什麼情緒 離開這個世界 結束這個生命 它下一分鐘 下一個生命 就是由這個情緒做基礎 譬如你這一生人 是孤獨 帶著怨憤離開的 他下一個生命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人的特性 就是孤獨 或者就是帶著怨憤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見那些小朋友 我們會說 幾個月人仔這麼猛 又或者自小就這麼孤僻 又或者 從小到大 皮都這麼不好 其實是跟它之前的生命 是直接關係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 每一個人的下一生人 下一個生命會好 我們就是利用這個 這麼好的機緣 讓它先處理好這一生 也是給每一個人的生命 到最後的時候 有一個安慰 無論它這一生 在世是過得怎樣 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它能夠 得到多少少和諧 平穩 或者是安樂 自在 如果有負面的情緒 我們當然希望它 可以盡量放低 如果是很平和的人 我們很希望它 帶著光明 帶著希望 帶著信心 再走出它 另一個生命 所以這個意義 是非常之大的 是啊 如果身邊的朋友 你們有哪一位 很喜歡 或者是聽完之後 你有信心 有希望 多些服務人的話 你可以去其它的機構 或者來我們的機構 我們去多些發這個愛心 給大家 所以無常 燈師傅 是啊 無常其實一直都是發生著 好像我們今天 由開始到現在 其實已經是發生著著 是嗎 無常是在做著它的事 是啊 我們不知道 無常一定是不好的 沒錯 你又不好的 突然之間 變成好的 這個都是無常 所以我們要把握每個機緣 有不好的時候 我們不要怨 只是珍惜 有好的時候 我們不要放縱 更加要珍惜 面對困難 突然之間出現 面對不幸 突然之間出現 我們好好把它處理 那就是了 所有事情 所有事情 都是那句 都會過去 過去了 過去的時候 就是一個回憶 但是當下就是最實際 好像我們現在這一分鐘 這個當下 我們又要跟大家說聲 再見了 董師傅 我們下個星期 再跟大家見面 好不好 好 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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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